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狐狸精 狐狸弦 千年修行万年间 火红鸭 如初遥 巴基亚时无双 巴基亚时无双 时无双 看看张爱卿让朕 是如何自行取证啊 皇上您只需下一道圣旨 把这次画师大选的第一名张启明 第二名正元宣到殿前 当庭比试 即刻便可拿到证据 你是说 此事朝廷已有定论 你让朕再次下旨更改 此事事关重大 你可得考虑清楚啊 皇上 老臣愿赌这一生生育 即这条性命 张继北 你为何如此针对我 我从不针对任何人 我只针对寻死枉法 鱼肉百姓 祸国殃民 你 你胡说八道 血口喷人 行了行了 不要吵了 皇上 皇上 行了 张继北 皇上 朕念你对朝廷一向忠心耿耿 朕就再信你一次 赵公公 在 传职 是 皇上 您可不能听张继北胡言乱语啊 皇上 画师大选的黑幕一直到今 如果今日老臣有错 老臣甘愿受罚 别别 庞大人哪 你一直说自己的黑幕 冤枉 朕就是为了给你洗脱园屈 你为何一再阻拦呢 赵公公 在 你亲自去一趟 把两位画师叫到这里来 是 奴才这就去办 皇上英明 赵公公 快去给太子通报这边的情况 郑元这边的事 我来处理 是 好 启禀太子 赵公公那边有消息 你们都下去吧 太子 张继北那边有行动了 张继北这个老东西 看我今天不弄死他 圣旨到 画师正元 接旨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画师正元备好话剧 即刻启程前往皇宫 不得耽误 钦此 草民遵旨 行了 借旨吧 起来吧 公公 可否容我准备一下 好 小栗桑 你留下来带路 是 好 圣旨来了 薛青姐会不会有危险啊 放心吧 有我们在 不会有事的 那我先去了 好 你自己小心点 好 好 好 哎公公 我们这是去哪儿啊 去经见皇上 皇上 不应该在金鸾殿吗 今日皇上在宜兰阁呢 嗯 哎公公 皇上今日怎么会在宜兰阁呀 皇上啊 今日就在宜兰阁里面 呜 你是谁 别杀我 我也是封闭秦师 郑学青 郑学青 导兰 你在干嘛 救你的性命 救我性命 我 我初吻都被你抢走了 你还说救我性命 命都快没了 还要什么初吻 就是你再耍赖 明明是你占了人家便宜 你还 算了算了 不跟你计较了 时间来不及了 你快带我走吧 草民张启明叩见皇上 起来吧 谢皇上 到一旁候着 是 郑元呢 启禀皇上 郑元已经接旨 应该在路上 禀皇上 太子求见 他来做什么 选他进殿 是 殿下请 儿臣 参见父皇 座宇 你来所为何事啊 父皇 儿臣听闻 已经退休的张继北张大人 诬陷庞大人寻思舞弊 所以特意过来看看 这件事情跟你有关系吗 父皇 你有所不知 庞南大人是经过我的举荐 才当上了今年画师大选的主考官 张继北大人 撞告庞南大人 那不就等于撞告我吗 所以我特意过来看一看 张继北张大人 他的证据到底为何物 对啊 皇上 这张继北表面上是在诬陷我 实际上是在给太子爷泼脏水啊 臣是死不足心 太子爷是未来的天子啊 不能让张继北 给太子爷的名誉抹葬 皇上 你说什么 未来的天子 怎么 你是急不可耐了 儿臣不敢 可以行吧 令皇上 画师正元求见 现在进来 是 请 草民画师正元叩见皇上 起来吧 谢皇上 好 今天朕叫你们到这儿来 目的想必你们都已知晓 现在 画具 笔墨 纸业 全都备起 你们两个 分别为朕作画一张 画一张画像 现实一个时辰 现在开始 遵旨 遵旨 你不想看了 儿臣腹痛难忍 还是先行告退了 也好 你不想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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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为太子 以后像这种事情 你就不要来凑热闹了 回去吧 儿臣告退 太子 太子殿下 您可不能走啊 只有您能救陈了 太子殿下 松手 可 可 皇上 为朕错了 是为朕渐渐掩盖 为朕罪该万死 但求皇上干在 为朕一家老小的份上 放过为朕吧 探赃枉法 欺君犯上 还想让我给你们留条活路 求皇上 求皇上 让你一条生路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你必须告诉朕 还有其他人参与其中吗 这件事 都是为朕一个人责化 任何人都没有关系 来人 在 把他们两个拖下去 打入天牢 你欺君之罪 斩立决 是 是 等等 慢 正元 你有何事啊 皇上 草民有一个请求 你说 求皇上放过庞南 和张启明 真是怪事啊 你竟然为他们两个求情 他们刚才差点害得你 绑上我 你竟然为他们两个求情 他们刚才差点害得你 绑上我 他知道 我应该说了 你不想去哪里 你会想到 你这么多人 你准备 我 你不太想到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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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朕有些累了 今日就退朝吧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朕元 谢过张大人 诚恶扬善这是老臣应该做的 今日之事 你也算因祸得福 恭喜郑大人 大人请 太子 情况怎么样 启禀太子 庞大人 回禀太子 皇上已经回宫了 庞大人和张启明已被打入天牢 终生监禁 去 给我查查这个正缘到底是什么来路 是 奴才这就去办 这就去办 他这就去办 这就去办 这就去办 庞大人 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你终于出现了 你看这儿啊 学姐姐 你别点了 求求你别点了 这样一个好日子 不管在鞭炮怎么行啊 你别点了别点了 学景 还睡算了吧 我说你们三个大男人 一个个还怕放鞭炮 真是胆小鬼 小黑乖不怕不怕啊 学景姐姐再也不放鞭炮 要吓你了 你也真是的 鞭炮本来就是用来驱逐妖怪的 也搞得我的心还普通普通 对不起啊 百声 我以后再也不放就是了 好 慢点啊 里面请 里面请里面请 这边看看 随便看啊 大家随意看看 这个不错啊 这个不错啊 来看看 这个也不错啊 这个好 这个呀 是郑元亲自画的 道长 请您想想办法 去救救我儿子吧 放心 启明只是暂时被灌在天牢里 没有生命危险 这件事情啊 我们还得从长计议 那个郑学景 那个郑学景我已经调查过 他不知从哪里得来一间质堡 叫做灵溪屏风 和三个狐妖已经结下了主仆契约 那三个狐妖 现在都听他的指挥 而且那个叫余颜的 法力高强 我恐怕不是他们的对手 这个仆 我一定要报 道长 请你一定要帮帮我 这 道长 张兄少安勿躁 等我家祖上来了京城 定让郑家屏风店 汲取不宁 终于能歇会儿了 好饿呀 我的肚子早就饿得不够吃觉了 没想到一块小小的招牌 竟能起到这么大的作用 那当然 要不然的话 那张大山也不会愿意 用一整车的金银财宝 去换这一块招牌呀 你们先歇着 我去做饭 白生 辛苦你了 白生哥哥 我跟你一起去 小黑 你又去偷吃 走 雪景 恭喜你啊 你来干什么 我们姐妹一场 我听说你当上了宫廷运用画师 当然要过来跟你庆祝一下了 好姐妹 抢我男朋友的好姐妹吗 雪景 这里还有外人在呢 话别说得那么难听啊 我说话难听 你当初做那种下流式的时候 都不觉得难堪吗 我今天来呢 是来给你送东西的 你的任何东西我都不要 那要是牧尘送呢 他都更不要 雪景 这个呢 是我刚刚给你做的糕点 你不是最爱吃我做的糕点吗 可惜 我现在还上了牧尘的孩子 只爱吃酸的 不能再跟你一起吃甜点了 雪景 明天就是我跟牧尘大喜的日子 这是我特意给你带过来的喜甜 琼花 我请你现在立刻滚出我家 我永远都不想再看到你 不知道 你怎么回答你 哇 是株是仆 一条陌路 是痛是苦 一道孤独 是仙是药 百年就输 恩怨纠缠 吹发断乎 是爱是恨 一把酸楚 是善是恶 一念尘乎 风云难处 千年殊途 青山旧路 谁是归宿 平风中心有灵犀 却锁不住心落 哪怕修行千年已着急 只愿与你相随 不别离 此生孤独 此生孤寂心难期 平风中心有灵犀 却锁不住心落 哪怕修行千年已着急 只愿与你相随 不别离 看尽 看尽桃花笑春风 看尽桃花笑春风 看尽桃花笑春风